大家好,我是小蕾 今天我们用猪肝做一道简单又好吃的美食 猪肝要反复用清水浸泡两个小时泡去血水 泡完捞出来 然后将猪肝冷水下锅 再加入适量的葱姜八角干花椒 倒入一勺料酒 大火烧开后撇去浮沫 撇煎后盖上锅盖 转成小火焖煮40分钟左右 再准备三瓣蒜,两个小米辣和一把香菜 将香菜切断 小米辣切小段 蒜切末 全部切完备用 将煮熟的猪肝捞出来 放在清水中 将表面的浮沫清洗干净 洗净后改刀切成薄片 切完放在大碗中 再倒入所有配菜 然后加入半小勺盐 少许鸡精 半小勺白糖 两勺生抽 一勺陈醋 少许香油 少许麻椒油 两勺辣椒油 然后戴上手套翻拌均匀 使食材和调料充分混合 这样才能更入味 拌完后盛在盘中 这道美味的凉拌猪肝就做好了 口感紧实入味 麻辣鲜香 想吃的快去试试吧 这里是香油味蕾 记得按时吃饭哦 我们明天见